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6月18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视频,先来鸣谢。 Origal Boved,谢谢。Malina Lu,谢谢。Black,谢谢。 Yin Xiao Xiao,谢谢。Bedle Wang,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看今天的战况。 北断尼茨克两军继续拉扯,模式昨天咱们已经描述过了,对亚索化工厂的争夺还在继续。 巴赫木特到立昌斯克的T1302公路现在成为俄军严重炮击的目标,变得不可通行。 但无军还有很多条其他的公路可以使用,依然可以远远不断给立昌斯克送去补给,运出伤员。 同时,从北断尼茨克到布帕斯纳,再到巴赫木特由北向南沿线,乌军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 在立昌斯克附近,乌军击退了俄军对佐洛特的进攻。 一旧母方向,乌军解放了德米特里夫卡,俄军赋予顽抗,取得了一定进展,攻陷了一座小村庄。 赫尔松一线,乌军将俄军逼退至赫尔松市,并占领了普拉夫达内,泽连尼盖和奥列山德里夫卡战。 目前,部分乌军正在普拉夫达内一线加固战地挖掘战壕。 同时,另一部分乌军正沿着尼古兰耶夫·赫尔松公路向卡瑟里夫卡和托米纳·巴尔卡方向进攻。 目前,猛烈的炮击仍在继续。 乌军沿着这一轴线的反击行动,成功得到了俄消息人士的证实。 随着乌军向赫尔松市推进,目前乌克兰地方当局已经开始端促赫尔松地区的居民离开,以便乌军更容易解放赫尔松地区。 虽然战线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最近乌军可是取得了不少明显的战果。 今天,又一架俄罗斯苏-25对地攻击机在断涅茨克地区被乌军独次单兵防空导弹击落。 其实,这是最近以来很罕见的被乌军击落的固定翼飞机的战力。 原因呢,不是乌军的防空能力被削弱了,而是俄空天军的作战飞机出动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敢接近乌克兰领空。 举个例子来说,从巴赫木特到里长斯克的补给线大约是50公里长。 如果俄空天军勤勉一点,是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的。 然而,我们可是从未听说过乌军运输卡车在这一带被击毁。 真的,哪怕是一次都没有啊。 摊上这样的空天军,俄罗斯陆军士兵也真是倒了血霉。 还有呢,就是我们昨天说的被乌军击毁的俄军脱船。 今天,新的消息就来了,说当时这艘脱船正在向蛇岛运送作战物资战斗人员和道尔防空系统。 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称,两枚导弹将俄罗斯托船就变成了漂浮的篝火,70%的船员被击中。 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表的声明是这样说的。 在黑海,由于乌克兰南部不同防御单位的准确工作, 敌方舰队就失去了向蛇岛运送弹药武器和作战人员的托船。 尽管船上装有道尔地对空导弹系统,脱船还是变成了漂浮的篝火。 据初步的数据,70%的机组人员被击中,其余人的命运不得而至。 敌舰正在试图进行救援行动。 奥德萨当地军事负责人马秦克评论了乌军打击俄方支援舰瓦斯里伯克号的行动, 说该舰上拖运了俄军到防空导弹系统。 根据马秦克的介绍,导弹击中拖船后不久,拖船便沉没了。 马秦克的评论十分有趣,咱们一起来看。 马秦克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击沉了对方一艘巡洋舰,几艘交小的舰船, 现在又增加了一艘支援舰。 我相信很快我们的军队将在那里增加另一艘护卫舰和其他几艘大型登陆舰。 可以说,我们让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在黑海的底部制造了一个水下支队。 占领者的所有领导人都被邀请参加了开幕式。 当然,我们还将根据需要印制尽可能多的沉船邮票。 有朋友要问了,这马秦克是谁啊? 这马秦克就是前两天说,只要乌军拥有远程打击的手段, 就会马上打击克赤海峡的那位少将。 自从乌克兰海军打成了一万三千端的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后, 黑海舰队大型作战舰支就很少在黑海西北部活动。 这种情况随着丹麦鱼叉反舰导弹的到来更加变得稀有。 目前,黑海舰队往舌导运送补给或者人员时, 通常都派小型运输船或突击艇执行任务,轻易不会出动大型主力船支, 显然是非常惧怕乌军反舰导弹的威力。 现在呢,美国也准备提供给乌克兰两套鱼叉反舰导弹。 届时黑海舰队和舌导上的俄军处境将更加尴尬。 接下来,俄军如果接着往舌导运送物资, 肯定会有更多的运输船变成运输潜艇。 但如果不送呢,舌导就守不下去了。 如果派出拥有防空能力的护卫舰护送运输船, 也许可以确保运输船的平安。 但也有概率遭受乌军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 导致防卫护卫舰变成了防卫护潜艇。 这个问题是真伤脑筋。 如果俄军就此放弃舌导, 肯定会被乌克兰人大做文章并出版新邮票。 届时黑海舰队和克里姆林宫的脸还往哪里割?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用找地方割,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 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非法性, 普京也不敢也无法进行总动员, 于是乎就试图进行秘密动员。 但来自帝国中心的俄罗斯人, 比如莫斯科、圣彼得堡的年轻人拒绝成为炮灰, 极度贫穷的殖民军队构成了入侵, 俄罗斯军队未能获得维持进攻行动的兵力, 加上俄军损失惨重, 导致他们迅速进入乌克兰的计划严重受阻。 另外,基辅独立报发表了一篇深度分析报道, 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俄罗斯方面对夺取北断尼茨克的关注, 迫使他们从其他方向抽掉兵力和资源, 给了乌克兰战术反击的机会。 截至5月初,在哈尔科夫州, 以及过去几周在赫尔松州和克里维也里市, 都观察到了乌克兰的成功进攻。 然而,到目前为止,西方武器只交付了十分之一, 而且大炮弹要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如果乌克兰人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他们需要更快的获得军事援助。 乌克兰副国防部长哈纳·马里亚尔在一个视频直播中说, 虽然乌军每天要消耗5000至6000发炮弹, 但俄军使用的炮弹要多十倍。 段巴斯地区的乌军的新闻官员尤里·叶利亚夫斯基说, 俄军的推进是缓慢的向前爬行, 直到遇到阻力,然后再调用大规模炮击。 ISW美国战州研究院的高级分析师和俄罗斯团队负责人梅森·克拉克认为, 俄罗斯军队在北断尼茨克周围的进展, 主要是由于莫斯科将从所有其他轴线抽掉的部队, 对设备和物资集中在这一个目标上。 俄军几周来无法在任何其他轴线上取得进展, 甚至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俄军一直在从三面向北断尼茨克口袋推进, 他们于5月底进入了该市, 并在此后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 无论北断尼茨克战役的结果如何, 俄军都可能被拖垮。 彭博社6月14日报告说,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称, 俄罗斯正在拼命寻找人手, 可能离需要放慢行动以进行重大重组, 只有几个月时间。 美国战争研究院对这一评估表示赞同。 克拉克说,当北断尼茨克战役结束时, 无论哪一方占据该城市, 俄军在作战和战略层面的攻势可能已经停滞, 使乌克兰有机会重新开始作战层面的反攻, 将俄军逼退。 他补充说,乌克兰守军给俄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莫斯科即使夺取该城市也无法收回大量有效的战斗力, 因为这些战斗力已经被轻率的消耗了。 他补充说,俄军只是在将所有可用资源, 集中到这一个前进轴线上的意义上进行了调整, 而牺牲了更广泛的行动。 然而,乌克兰的损失也很高, 并逐渐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6月初,泽连斯基罕见地承认, 乌克兰每天损失60至100名士兵。 这一点,再加上根据马里亚尔的说法, 乌克兰尚未从西方获得90%的承诺武器, 而且需要更多的弹药,使其反击选择受到了限制。 是的,即俄军的问题在于寸土必争, 不惜为了占领土地而麻干。 所以,每站一寸土地都损失惨重, 以至于到了兵力和装备都难以为继的程度。 而乌军的问题在于缺少必要的武器,尤其是重型武器。 但,从昨天的武士国园武大会的结果来看, 乌军武器方面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接下来,只要像我们一直说的那样, 别跟俄军硬碰硬,而是灵活机动作战, 以最大程度歼免俄军的有胜力量, 消耗他们的常规武器。 假以时日,乌军肯定会赢。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